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完美選物所 我是甘果黑美人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 三家最近韓國超紅的小眾設計師品牌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喜歡的呢 如果還沒有看上一集的朋友 也一定要記得回去看喔 那今天我這裡還有另外三家 也是超厲害的設計師品牌 想要來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吧 今天第一家跟大家介紹的店呢 叫做Follet 如果有在研究韓國品牌的人 你可能不一定會聽過Follet 但是你應該聽過有一家品牌 叫做Covernet 就最紅的就是他們的那個 T恤啊衛衣系列的 那其實呢這個Follet跟Covernet 就是來自同一家公司的 那英文小教室時間 調色盤的英文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Palette 我應該沒有念錯吧 那其實呢這個品牌Follet 就是來自 寓意就是來自調色盤的Palette 那他就是想要表達 就是像在調色盤上混合顏料般 就創造出各種無限的色彩的感覺 好那這家店的品牌風格呢 是以簡單乾淨為主 偶爾會將一些可愛的插圖啊 印在上面 甚至呢也會很有文藝氣息的 把一些那種 世界級的經典名畫印在衣服上 再透過一些修改啊 把各種復古文藝相關各種不同的元素 全部混合在一起 那這家品牌啊 其實也跟蠻多品牌有過聯名合作 包括像是那個很有名的牛仔褲 Lea還有像他們自家的Covernet 甚至是跟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 都有過聯名 我自己個人覺得 可以把設計師品牌做到 跟國家美術館聯名 真的超酷的 對那這家店呢 我自己也就是整理出了三個 我自己覺得經典必買的品牌 首先第一個呢 他們花朵系列的衛衣 就他們的花朵系列 就有點像是小孩的塗鴉那樣 就有點大而化之嗎 不修蝙蝠 就沒有很講究那個形狀 很簡單的那種塗鴉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這種風格的 那再來第二個經典品牌 第二個經典品牌呢 其實就是從花朵衛衣延伸出來的 花朵針織系列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再來第三個經典品牌呢 我要頒給就是系列的T恤 我自己覺得他們家的 毛咪系列T恤 很簡單 但是上面的 就是又有點童趣的感覺 就是同時有童趣跟街頭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那種 碰撞出的新風格的感覺 那我自己呢 對這家店的想法 我覺得這家的水洗系列T恤 都有非常強烈的街頭感 那除此之外呢 花朵系列啊 烏鴉系列 又有那種搞怪女孩的感覺 那除了T恤系列以外的 其他衣服也是白白款 各種形式的衣服 你都找得到 完全呢就可甜可言 各種風格都能拿捏好的一家店 尤其啊 對於像我這種 很喜歡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人來說 逛這家店 你絕對會是選擇障礙 好 再來下一家跟大家介紹的店 叫做E-MIS 那這家店呢 是以慵懶時尚為名 最有名的就是當年 從小鎮等 歐膩們都背過他們 就是很厲害的印花反布袋 一杯而紅這樣子 那除了印花反布袋之外呢 他們家其他的包款跟服飾呢 都是偏向那種運動帥氣風格 那衣服呢就是可能都會很低調簡單的印上自家的logo啊 隨意搭個單寧褲或是短裙之類的就會非常的有型 包款呢也就是簡單俐落的設計 又用很繽紛的配色再印上自家的logo 整齊看起來就是帥氣又百搭的包包這樣子 那我自己呢 整理出了他們家的三個經典品項 第一個當然就是被ONIMAN就是帶熱的印花反布袋系列 那再來第二個呢我就搬給他的繽紛的運動包款 那第三個我自己覺得很經典的 就是他們家的衛衣系列 包括就是套裝啊或是短板上衣啊之類相關的 他們家運動休閒風的衛衣 我覺得都做的蠻厲害的 那我自己呢一開始知道這家店的時候 我就是被他們家非常繽紛的包款 燒到一個不行 我自己覺得他們家包包的風格 完全就是把現在時下最流行的Y2K風格 拉到一個滿點 那除了包款之外呢 我自己覺得很想嘗試的 還有就是他們家的大髮箱跟大髮夾 就故意把髮箱跟髮夾都做得很寬很大 然後再印上他們的品牌logo 就看起來很浮誇 但是又很大方 又有一點很搞怪的感覺 完全就是我的菜 我超想嘗試這系列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前幾天在研究他們的IG的時候 有發現我的天啊 他們家居然有出那種 很簡單 但是顏色又很繽紛的那種泳衣 我覺得現在夏天要到了 就如果可以擁有一件他們家的泳衣 就去外面拍照 絕對是超好看到不行的那種 好那最後一個呢 要跟他介紹的店 叫做Awesome Mix 那他滿特別的 他是一個為個性女孩設計的品牌 那他們家最厲害 會以很獨特的設計風格來重塑一些 很經典的品項 那最有名 大家一定沒有買過 也會看過的 絕對就是他們家的水桶帽 我自己覺得他們家的水桶帽系列 真的超厲害 就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材質 比如說像是那種針織布料啊 或是像是多層次的捲編材質 甚至像是那種毛茸茸的 那種Teddy物料款 總之呢各種材質的水桶帽都受到韓國女星的熱捧 那我自己也整理出他們家三個經典品項 第一個呢絕對就是非水桶帽莫屬 第二個我自己覺得也滿經典的 是他們家那種毛茸茸的寬白髮白 第三個經典品項 我覺得要頒給我最愛的串珠小包 Oh my god 他們家的串珠小包真的是 就是像我本人就那種穿衣風格非常有自己的個人喜好 非常明顯的那種感覺 那我自己就會非常喜歡這種 馬上讓大家過目不忘一杯就是非常有亮點的這種 包包啊配件類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他們家的串珠小包 我整個就已經 天啊這完全是我的菜 而且重點是他們家的串珠系列 還有出貝雷帽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把竹竹串成貝雷帽 我覺得這真的超級酷的 他們家的毛茸茸系列呢 完全就是有點怪奇 但是呢就是簡單一個單品上身 又可以直接把時尚感拉到最滿的那種 那但是呢因為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我的臉跟頭是偏大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就不太適合那種 毛茸茸的水桶帽 因為可能整體看起來視覺效果會膨脹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想嘗試 毛茸茸 寬版的那種髮帶 今天總共又介紹了三家品牌 那今天呢加上一次這六家品牌呢 都是我自己純層篩選 就確認他們最近真的很行 風格又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的店家 那我剛好今年八月 我也有安排就要跟朋友一起去韓國玩 我已經準備好就是把行李箱的空間 都讓給這些行頭們了 OK那如果你有喜歡哪一家店 或是想要逛哪一家店 或是有逛過哪一家店 想要心得分享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唷 如果喜歡也不要忘記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對然後如果想要看我做什麼盤點主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唷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